就是认识自己这件事情啊 应该是一直持续在进行的 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进行 那当然现在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有点像是现在的你 然后回过头去看14岁的你 对那时候就这样一路走来 你会有哪些是 有没有发现说在哪些转折点上 你发现了原来我是这样的人 而不是那样的人 就是一些对自己的发现跟接受 就是接受那样的自己 我们上次有讨论到啊 我只会说我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又有那样的经验 我不会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又变成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你不会去下最后的定义 我们上次的主题就是这个 所以你是不会下定义的那样子 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 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其实有一点是告诉自己说 未来不要有不相容于这个的经验 但对我来讲 我未来会有什么经验 我现在怎么知道呢 那我们上次的讨论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讲的就是说 如果是专注在共同的经验上 那任何两个人中间都有可以沟通的 但如果专注在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而你不是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而我不是 那沟通就很困难 这样我就有连在一起 因为我们上次有讨论到食物 你说你会讲你喜欢什么什么 然后是讲一个更大的类别 就是大家一定都有的经验 寻求共同性的部分 那在这样的成长过程里面就是 其实我们上一本书的访查里面有提到说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在最后在对稿子的时候 我曾经有写到一句话是说 就是跨性点这件事情是你做过最勇敢的决定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你修正了 就是你说其实 离开学校才是最勇敢的决定 可能不念国中才是最勇敢的决定 因为受到支持的程度不一样 跨性比较我家里都支持 离开国中就很难讲 所以家里的支持是关键 朋友也是 就是当时我一般的朋友 听到说我连高中都不要念 那当然也有少数人支持 也有人说你每天都看书 一个礼拜登看完一本书 他觉得也OK 但毕竟是属于少数 大部分人都不觉得OK 因为离他们 离大家习惯的场景太远了 对 所以那个 那我是想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在事情 还没有走到那个最后 就是定案的时候 曾经都有恐惧 或者是就是觉得不确定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你是怎么做 就算定案还是会不确定 所以那个不确定的感觉 跟有没有定案是关系不大的 对 那当然自己心里的感觉 我就是跟那个不舒服的 挫折的 恐惧的 焦虑的 相处嘛 就把他当一个客人 相处久一点 但是另外一方面 当然有时候就是要做一个决定 什么时候去跟校长讲等等 那那个就应该还是做 我不会把这两个混在一起 嗯嗯 所以你是从小 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习惯 跟这些不确定相处了吗 当然每天都可能醒不来嘛 这个算不算不确定性 嗯 对那当然 动了心脏手术之后 比较没有醒不来的问题 对 但是毕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人生前十二年 都是睡着的 不知道醒不醒得来 那就算心脏动了手术 我想那种感觉 朝不保夕那种感觉 大概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大概也没有哪一天是觉得说 诶我一定明天就可以看得到太阳 这种感觉 这样的状况是医生亲口跟你讲的 还是 就是可能 就是不能活到动手术的时候 实际上是医生 可能就很小的时候 四五岁就说的 那时候你在场 当然的 哇 这实在是 就是一个恐怖片 对 但是就是你跟他相处久了 也就不恐怖了 嗯 所以也就是说你在很小的时候 就面临了一般人 人生最大的恐惧就是会死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 反正就是会死 对 但是一般人他的好处是说 他 特别是慢性病 他大概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嗯 对 但是心脏病因为是急性的 所以他的特色就是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嗯 那我觉得那个的感觉又不一样 如果一个人很明确 像一个安宁的那个程序 那他很明确知道说 我这个月做什么 下个月做什么等等 那就为了六个月之后做准 他有点像是你要就是导萤幕剧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他其实是自己心里是有控制感的 嗯 对 那但是因为心脏病的特点 就是说 我小时候常常说 都是急性的 就是一下子忽然间呼吸不过来 一下子忽然昏倒 一下子忽然怎么样 所以等于每一个片刻都不知道 下一个片刻会怎么样 那那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不确定的感觉 它是等于说是长期的 不是说你一诊断 之前确定之后不确定 而是说从我有记忆开始就不确定 嗯嗯嗯 而且突然昏倒 那个其实很恐惧 就是等于是 就意识就不会很连续嘛 嗯嗯 上一秒钟本来好好的 那可能只是因为跑步跑得快了一点 那下一秒钟已经在医院 这样 嗯嗯嗯 就的确有跑步跑快点就在医院的状况 嗯嗯 就急诊室或者是 啊学校的那个医护室嘛 不一定是医院啦 嗯嗯 但是总之就是 呃被治疗的状况 对对对 嗯了解 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啊 就是帮助你安定安安心下来的 嗯嗯 就是是哪些方式 没有啊 谁说我要安定下来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妈妈或者是 就是跟他相处 就是跟那种不不安定的感觉相处 嗯嗯 你现在问我当然是说 诶我学到什么我就发表出去 嗯嗯 我只要睡前都发表出去 我就要安定下来 嗯嗯 可是那时候我现在已经就是年纪很大了 找到跟这种不不确定性相处的方法 嗯嗯 那小的时候并没有找到什么方法 对 他就是一直都在不确定性里 嗯嗯 嗯 真的很难想象 嗯 好 呃那下一个部分谈到的是 呃 自我期许的部分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 就是我们的命题都是根据一般的编辑的命 就是那种心爱还有明天的人 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用 所以你进去可以 你可以就你可以 可以回应的部分回应就好 就是呃 呃 因为我们一般会问到说呃 就是 也就是我们对我们长大之后会有一些想法 比如说我希望长大之后是个什么样的 假设能长大的 对对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这样吗 比如说呃 你小时候期待自己长大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人 你有这样的 曾经有这样想象的期待吗 不想也有 人总是有求生的影子了 所以我小时候确实也会想说那我希望 心脏可以好起来 手术可以成功 希望可以活下去等等 可是因为连这个都不确定 所以再想多一点感觉很奢求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呃 对我来讲 我如果有什么能够今天就学到的 或者就创作的或怎么样 我就今天做 嗯 那我如果今天没办法 其实我不会特别想说那我未来长大明天怎么样 因为那个时候会怎么样 其实我也不知道 甚至呃 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所以呃 我觉得那个frame 就是那个想这件事情的框架 呃 它的那个时间轴是很短的 就是说要么就是当下 那我就是当天 那超过那个当天的 可能我就是发表出来 让别人去做 就不一定要我自己去做 所以你说会不会有期许 可能是一个呃 或许会想要看到什么 但是那就可能不是我去完成 因为我大概看不到 嗯嗯 其实后来因为这样审理的状况 演变出来的求生的方式 意外的跟就是开源 对啊 非常契合 对非常契合 因为一般人总是觉得说 哎那我既然有著作权 我可以告那个侵权的人 我总是先呃 使用这个权力一阵子 我才放下他嘛 嗯 对那因为对我来讲 就是因为我不一定活到明天 所以我今天就放下他 对我是很容易的 因为从小就 养成了这种当下就放下的习惯 嗯嗯 这样子的恐惧 啊不是恐惧 这样对死亡的一个 也可以说恐惧 不能说恐惧 因为已经每天都不可能是恐惧了 对对对对 就是知道是这样的状况 对对对对 就说呃 这样子的一个呃 状态是不是等到后来回台湾之后 啊就是说理性上我当然知道 明天都还还起得来 但是感觉上我还是会想要今天睡前 呃学到的东西都发表出来 嗯嗯嗯 甚至这个昨天在那边半夜睡前 只是睡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真的去躺下来睡着前 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们前面三个访问 从那个unlisted转成public 嗯嗯嗯 就是把youtube这个公开起来 对对对 有我有看到 今天一点多起来之后就发觉 已经上去了 对对 那时候也刚好碰到网集网路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就有的习惯 所以这也是意外的诠释了 今日是今日的 Snail 是啊事实上是 真的是 好多巧合 嗯嗯 了解 就对你来说 你的进度永远都是只有一天 就这一天做到这里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 如果不是大假 或是个番茄冲 对我讲长期就是今天 对长期就是今天 了解 另外谈到 这个事情我就觉得 可以问问看 就是谈到玩乐的部分 因为其实Audrey常提到乐趣 对啊 但是乐趣跟一般人的玩乐 其实是有点不一样 我说的玩乐是说 比如说一般人很容易上瘾的东西 比如说追剧啊 或是美食啊 或是旅行 就是那已经是一个 就是某个情况 他非得做不可 要不然会有这种空虚感 对对 那你在你的生活里面 被你定义为玩乐的东西 都有哪些 像追剧 像进几个剧人画完以前 我都忍住不去看 只看了最前面一点点 OK 但他一画完的那个星期 我就好几天熬夜 大概两天吧 会看 就把他看完 就把他看完 对 所以你还是会追剧 对当然会追剧 只是说他不会对我的生活 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 因为我睡不够最多 就那么一个晚上或两个晚上 对 但是如果我就是每个月都要等那个 就是他画出来 那其实我没有那个力气了 对 所以是追什么 就《经济与剧人》的漫画 哦 《经济与剧人》 有有有有 对 那个好像还蛮多人在对 对对对 因为同事都推荐嘛 对 刚才这一位 哈哈哈哈 原来你们是剧友 对对 但他推荐我就想说还没有画完 不要去看 对 对 要等他就不用没有再新的要更新的时候再去看 就一口气可以把它做 是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但你对美食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就是我当然就是会能够欣赏 但是欣赏完之后不会又回去又回去 这样子 就是说你刚刚讲那个上瘾 我后来想一想 其实不是不上瘾 而是说那个上瘾的东西 对我来讲比较唾手可得 比较不是往外的 嗯 也就是说 嗯 他比较说 这个睡前一定要把东西转成公开 这个也 你要真的说是一种上瘾 可能也是啊 人家说是某种obsession 说不定也算吗 对 可能因为这个已经是我的工作里面很自然的一部分 这是我的flow of work 所以因为是在工作流程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时间多 那我就多做一些嘛 嗯 那一次多上几个竹子稿之类的 那我时间少 我稍微拖一下下 也没有真的影响到谁的权益 嗯嗯嗯 所以呃就是说我把这个当作玩乐的话 我不需要等别人 我也不需要拜托别人 而我时间多一点的时候我就可以多做一些 嗯嗯嗯 所以呃的确是 那如果这样其实你上瘾的东西跟别人真的有点不一样 因为这些可能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 创作发表好像都是工作 对对对就是或者说它是一个比较嗯 不是为了取悦自己而做的事情 但其实对你来说那其实也是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 翻译啊录东西啊当然都是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嗯 有点猛利亚对 那 嗯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有点猛利亚发起充满 就是呃 它当然不是短暂的 它是一种好像很很自在的感觉 嗯 那大部分用Eudaimonia的时候 讲的是说嗯 其实有点叫做这个有点无欲无求 嗯 所以它一方面发起充满 但二方面因此就不会被什么短期的欲望所所迷惑 嗯 那fun它比较是对我来讲是短期激性的 就是说一下子哎很开心 那开心一下也就过了 瞬间 对是一个瞬间的 因为它听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对很好笑的笑话笑一笑 那就是fun 嗯嗯 对那但是Eudaimonia它感觉是 一个人它随时就是处在一个 好像心灵上面很满足 不一定还需要再去找乐子的那个情况 就不做什么事情也可以觉得很满足 对对对对对 是一个状态 那fun比较是一个事件 嗯嗯 所以对你来说 比如Eudaimonia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 常见吗 对当然只需要睡够 就是有吃饱 睡够就有 对对对对 睡够真的太棒了 对睡够有吃饱 只是呼吸就很开心了 OK 嗯 所以这真的也是不假外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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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你来说 这个放的事情 其实 嗯 没有什么特别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才可以觉得 有乐趣 就有创作力 有创作力 就是有创作的感觉 嗯嗯 那这就是乐趣 有些时候在那个网络群组上面 大家会接力 然后后来就是 讲出越来越好秀的东西 这也是吧 二创三创 这也是 不一定要原创 原创比较累 二创三创改一个字 比较容易 对对对对了解 好 那之后我们来讲一下习惯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去年的访谈里面讲到说 呃 你觉得就是 呃 你的习惯是希望说能够常常能够有新的习惯 对 对这件事情 那习惯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在 在 书的领域里面 也是一个反复被讨论 对啊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来讨论 比如说原子习惯 对 然后之前其实还有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那样工作 都是在讨论习惯的事情 对 所以而且就是很多人会 一直不断的钻研这件事 所以一直以来 你对于习惯的领悟是什么 对你觉得习惯 比如说 呃 习惯的行程跟破解 嗯 对就你自己 平常一次前有的经验是什么 对我来讲 呃 当然像 我们看到每次录影我差不多 穿的都差不多 嗯 今天是因为去国发会录影 所以后来换了一套 换了一套 对那但是不然的话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连续的形象 嗯 我每季大概就换那么一次衣服 哈哈哈哈 对 自换季 对对对对对 嗯了解 对那那回去当然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立刻就会去洗啊 对啊 那你说这些当然都是好习惯吧 嗯 因为呃 呃如果没有养成这些习惯 我想防疫很容易变成破口 等等 但是养成这些习惯之后就不用特别去想 嗯 所以也就不特别造成负担 嗯 所以首先对我来讲 它可能是一个减低自己的心理负担 嗯 的一件事情 嗯 那但是呃 当新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就需要建立新的习惯 所以呃建立新习惯本身也是一个习惯 所以我呃之前好像有提到过 我可能会比较有意识的一次只建立一个新习惯 对 然后花个一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左右吧 呃确定说欸那我不用特别去想它 我也可以去做得到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到什么情况下会做什么 已经完全不假思索 呃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再有那个预意再去形成一个新的习惯 嗯嗯 嗯什么时候会意识到要形成新的习惯 就是情况改变的时候 对 对 举例来讲好比上说像呃 呃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呃就是 呃就是一回家立刻就洗衣服 然后红衣服 然后之类之类 那个是呃应该是去年二月吧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对包含什么什么口罩要什么反折啊 对 对 对 然后究竟怎么使用啊 对那那这个我想大家很有同感吧 因为大家是或早或晚嘛 不是二月就是三月就是四月 大概大家都多少建立了这种 所谓防疫性生活的这种习惯 对 那我最近建立的习惯就是用那个台湾社交距离 呃 放在手机的就是主画面上面的那个最 低大拇指最近的位置嘛 嗯 那看到实验字QR Code就按下去扫 然后再按送出啊 嗯 那这也已经到不假思索的程度 嗯 每次去指挥中心开会 就是看到那个牌子 警卫都说啊不用了啦 都是已经认识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人不知道你在这 对那但是我因为真的已经成为习惯 我就看到那个中间有一个机关 属到logo的实验字QR Code 有反射性的按照 对 QR Code就很想要扫下去 对对对那因为用的是通关社交距离 所以很安全 他看到不是1922简讯实验字的 根本就不能够按 对对所以他没有什么自按 或者被诈骗的问题 所以我很放心 所以扫一下就觉得比较放心 然后有一种仪式感 对对所以如果要说最近有什么新习惯 就5月开始嘛 他要建立了这个新习惯 嗯像目前 嗯那目前讨论很多那种 像原子习惯那样的书 就是关于习惯的书你会看吗 嗯当然论文会看 论文 ok 是以论文为主 对之前有翻译一个作品 嗯叫做嗯 它是就是焦 它是焦虑 然后用一匹狼的形状 和焦虑一起冒险 这样子一个互动式游戏 再讲怎么样跟心理代表焦虑的那一匹狼相处 很棒的一个游戏 那我有帮忙翻译 那翻译完之后 他有一整篇引了很多论文的文章 那讲一个人对焦虑相处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作者Nikki Case 他怎么克服自己的 比方说克服因应自己的焦虑症 那所以我就把这里面的很多的文献都看了 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关于习惯 所以焦虑跟习惯的关系是什么 对 他的概念就是说 很多会焦虑的是因为 他以前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 所以他听到这些触发的时候 就必须要进入一个 必须要迎战或者是逃跑的那个状态里面 战或逃 对 那但是在之后 就是已经没有那么不安全的环境里面 这个东西还是不断的触发 那但是其实你举目四骨 并没有真的威胁到你的东西 只是他看起来像悲公射影 什么之内的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建立新的习惯 去引导自己说 看到这个触发之后 去做什么别的 就像我常常讲精神按摩 看到网络上面人身攻击的东西 我就触发一个习惯是去泡一杯这个新的味道的东西 这个习惯真的很棒 对 那所以这个就是有意识的把 就是看到人身攻击就想出征回去 去改成 看到人身攻击就去喝一杯新的味道的东西 那一会儿就发现 其实是这个场域决定 并不是那个人坏 那这样就不会想跟他常常这样 所以这个场域决定就是我们昨天提到 比如说界面 或者是社群的氛围 了解 好 你有没有最难改变的习惯 呼吸吗 呼吸吗 大部分的呼吸都还是无意识的 对 有意识的呼吸比较少 有意识的呼吸 不仅说像傅式呼吸 对之类的嘛 就是说我想一天就算醒着精神很好 绝大部分人呼吸也不是有意识的 对 所以表示那是习惯 是automatic 嗯嗯嗯嗯嗯 那你有最自豪的习惯吗 嗯 没有耶 我想刚刚讲到精神按摩 顺门八小时 番茄忠什么 那些都是就是刻意去养成的 但是那并不是我发明的吧 那也不是说好像我 呃首先去练习 我就是练习很久而已 嗯 所以好像也不应该因此而自豪啊 嗯嗯嗯嗯 我说的自豪是说 呃本来好像觉得好像不可能变成新习惯 结果后来变真的变成了新习惯 没有都很容易了 都很容易吗 养成新习惯并不困难 真的吗 对 所以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讲就是养成新习惯的习惯 可能是不容易养成 但是后来养成的 对 嗯 因为呃 因为像说说延续比如一两个月 对 可是大部分人都会失败 可是我觉得那就是没有专注在一件事上面 哦 就是说你如果同时想养成很多新习惯 这就很困难 如果一开始好高五远 觉得说这个出发之后 我要做一件很很严肃 要花很久的时间的事 这也很困难 嗯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出发 要拆解 告诉自己 一开始就是做个两秒钟 做个五秒钟 嗯 好比像说这个 看到这个人生空气的字样 那即使这个你离厨房很远 可能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子 反射性就去出发 嗯嗯 但至少你可以告诉自己 说那我要深呼吸数到二 一二 就这样 那这样子就一定做得到 嗯 那你不要告诉自己说 哦没有 我一定要这个数到一百 这个没有人做得到 嗯 开始了 嗯嗯 那所以就是一开始去挑最容易的那个状态去做 嗯 我觉得当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字我在跟你对话 嗯 就是我之前看过有些小朋友这样做 我觉得非常有趣 嗯 就是他们在某些场景 他就说他就会叫自己的名字 就是说秋美生不要紧张 对 你做得到 之类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另外一个自我在里面对话 提醒他这件事情 就说呃 离开他自己原来的角色去提醒他 那你有这个状态 那你有这个状态吗 比较少 有另外一个自我在对话 没有这个问题 对我来讲 比较就是呃立刻就可以完成的某种转念或者某种触发 但是那并不是我跳到我跳到自己外面来提醒自己 那个比较像是呃这个触发在我脑里因为有水垢所以形成了一个新的长期记忆 嗯 所以对话来讲他比较像是一个记忆而比较不像是一个提醒 就是说我有意识的这样做过一次 然后我记住他 那隔天之后我在这样子被触发的时候 我就比较不需要花力气去回想或告诉自己 因为那个是我昨天就做过的事情 OK 对那再隔天可能又更不需要花力气去想 那到最后就变习惯 嗯 所以他好像有一个比如说记忆触发然后习惯 然后再来记忆触发 对就是说这个触发以前都会自动做某种无意识的事 变成你至少有一次很有意识的去做一件别的但是很容易的事 嗯嗯嗯嗯嗯 然后当天又睡狗 那醒来你再去触发一次就比较容易往这条路了 那过两个月这个就变自动了 有点像设立一个路标 有点像 你就知道说就是看到A的时候可以这样用B的方式来处理 而不是乱跑 对对对对是这样 嗯 真的是太有趣了 嗯嗯嗯嗯嗯嗯嗯 好这也是 Again就是一个general会讲的话题 就是谈到改变 改变自己 或是自我改变这件事情 嗯嗯嗯 就是如果不满意你自己个性中某些特徵的时候 你会想要改变吗 嗯嗯 不过我是觉得说 就像刚刚讲 培养新习惯本来就是我的一个习惯 对对 所以我随时都会在想说 诶那我接下来要培养什么新习惯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一定要先不满意之前的 才改变 而是说改变本身就很有趣 改变会不会也是你创作实验的一款 对啊 所以像武刚刚讲 一个新的味道 那当然是靠可能就是 二十种不同的冲泡饮品 随便拿两种 大概之前都没试过 对 所以说改变 它不一定是像这个问题本来想的 它是那么痛丁思痛的事情 而是它可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所以不一定不满意才要改变 是随时都可以试试看改变会怎样 对 其实就有点愉悠就可以改变 OK 了解 再次感觉到你应该不会是任何气管书的读者 应该说自我成长书 对 因为你的解读的方式 你要对自己了解 了解自己的方式 都在那个TA里面 不是 不是TA 那你可以成为别人的 就是 成为作家 触发别人思考的一个 是是是是 一个关键这样 嗯 有趣 好 那那关于挫折 其实之前我们有提过的事情是说 比如说 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就让他就是跟你共处一段时间 那但是有些说比困难更糟糕的是挫折 就是困难其实可能是你还没有被打败的状况 就是说你想短期解决困难你就会碰到挫折 你如果一开始就愿意长期跟他相处就不是挫折 所以挫折这个字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不存在的 就是说如果你短期就像你刚刚讲好像跟他决战 然后你输了当然就很挫折 但是如果觉得说 我没有现在这些困难 本来就是陪练伙伴 嗯 那就一定要相处个十年吧 嗯 那这样当然没有挫折感 嗯 所以我觉得挫折感完全就是自己对某件事情 和那个我们说轻重缓急急的那个部分 有多急 你有多急躁就有多挫折 嗯 那你如果完全没有急躁的感觉 就不可能有挫折的感觉 嗯 可是那个十年是怎么听出来的 因为现在你永续发展目标 因为永续发展目标就是这种 就是你如果现在觉得说 怎么是社会上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贫穷啊 饥饿啊 还有那么多就是气候变迁带来的灾难啊 你明天就想解决 一定非常挫折 超挫折 对 但如果觉得2030年的时候 我们来解决到一个程度 好像又还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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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实上还是必须把它放在心上嘛 对对 筷子 你却是这样跟我们说 但亦可能还是有点进展 有点进展这样 嗯 对但那个进展不一定要从我这边来 嗯 即使说明天可能有人发明什么东西 Equip BP 突然又要好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必在我的感觉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急躁 他不会有时间去等 其他人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是要自己来 那这样当然 因为一个人时间有限 一定会挫折 但对我来讲 反正十年二十年之后 也不一定要我 那总是会解决 我有什么贡献 让未来的人可以解决 容易一点 我就很开心 那我讲一个比较 就是常见 可是也可能也是无解的状况 就是说比如说有人 一直觉得自己脾气很暴躁 然后他一直很想要 然后这后来给他人际关系 再来挫折 然后就一直也很想要改变 所以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 就是 当然他可以跟他的暴躁脾气共处 没错 可是因为别人会受害 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 累积受害者这样 所以如果像这种状况 怎么办 可是我们之前也有讨论到 他可以采取一些 非同步的沟通模式 就其他人不一定需要在那个 当场回复 那如果是 好比像一个共笔的话 就算一个人很暴躁 没有关系 他就自己快速的去打字 打字完之后 他总是需要休息的 他休息的时候 大家再来讨论 可能觉得他很有创造力 就是说暴躁 他为什么会造成受害者 是因为 他要求其他人 跟他在同一个时间 制度里面作业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人作业 他在一个人 自己的情况下暴躁 说不定他 就是很有创造力的表现 很多艺术家是这样的 觉得他好像是 都可以不吃不睡 然后非常专注地 创作完一件事情 灵感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那个时候 就是他逼着其他人 那一定会觉得 这个人在发造症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人 在创作 那反正被他雕刻的 那个石头也不会讲话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等他创作完了 去休息了 我们然后其他人看到 这个真的是 就是解作大石之作 对 所以我就说 完全是跟那个空间 怎么样安排 嗯嗯嗯嗯嗯 了解 所以关键在于 这个人是不是有意识的 去安排那个空间 对啊 他就是跟别人 合同一种方式 对不对 对对 所以他要处理的 其实不是立刻说 我就是想要讲什么 所以我不要讲 而是说安排好 就是刚才我讲的 对啊 对对 或者他就录起来啊 别人就用 你练不配色的方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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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起来是一个好方法 对好 嗯 这个真实的生活里面 会有种种的状况 不过我觉得 OJ的方法很不错 这个应该是从来 没有人提过的 嗯嗯 就是很多人都说 你要正面思考啊 或是要怎样 你要怎样 其实基本上 还是针对那个 嗯 那个直接正面对决啦 对对对对 如果你写字很潦潮 就去安装一个OCR软体 嗯 然后把它全部辨认完之后 再排版成标改题 给你同事 对不对 就是说中间一定都有一些 呃 不一定是数位的很创新的方法 嗯 能够去调整大家工作的速度跟介面 嗯嗯 了解 嗯 好 嗯 好 然后呃 那之后就是谈到情绪的部分 嗯 我们情绪其实都会有各式各样 正面跟互面的情绪嘛 呃 呃 那 当你出现一种情绪是你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假设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 对你会怎么做 嗯 不过那也要看那个情绪带来的行动是什么 嗯 啊 你问我的这个问题就好像是说 诶 我感觉到这个情绪之后 它会触发什么行动 嗯 可能因为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所以我现在当然不可能回答你 因为我不知道它会触发什么 嗯嗯嗯 所以要看后面的行动 因为你刚刚问我说 有一种现象我会怎么做 嗯 怎么做就是采取什么行动 嗯嗯 但是因为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情绪嘛 嗯嗯 按照定义是这个我还没有过嘛 嗯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知道它会触发到什么行动 嗯嗯嗯 嗯 其实这边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呃 呃 我说有提过你之前曾经也有跟心理质商市对话的经验 啊 精神分析师 对对对对 精神分析师 那呃 精神分析师对话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透过一直就是不断的讲的时候 你会出有一些新的发现 嗯 对不对 对那呃 或是有些时候去命名 嗯 就是那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的意思是说呃 就是那如果一般人如果他是没有机会 跟精神分析师对话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进行 这件事情 就是 去跟自己对话 有很多种方法 对不对 有些人这个 打产气啊 有些人 这个 回教苏菲那个一直转圈圈 好 那之类就是每个人有不同方法 有人到瀑布底下 对之类 我的意思是说呃 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 嗯 那我也不是觉得说精神分析这种讲出来的方法一定就怎么样 嗯 但是他对我有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呃 呃我用我用因为我之前分析绝大部分都是用英语啦 嗯 所以他让我能够不假思索的我的感受 当下的情况可以立刻想都不想就用英语讲出来 嗯嗯嗯 呃那这个当然在好处访问啊或者是一些呃工作场合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就不会有种好像我随时在censor我自己对的感觉 可以是就是当上急问急答 这样我中文反而没有办法讲到那么那么顺 嗯 对那其实也还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呃 我觉得去让自己当下的感受表达出来 不管是用讲的用写的用画的用跳舞的等等 呃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能够看到 自己的内在状态的这个机会 嗯嗯 对那但是呃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挑哪种特定的方法 嗯嗯 因为毕竟这个就是创作嘛 每个人他习惯或喜欢什么创作的美材 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嗯 所以呃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只要找一种形式 就有点像呃艺术家会找一种art form 去表达他自己 所以情绪或是表达呃自我对话 其实也是找到一个自己呃 呃比较习惯或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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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所以我覺得不一定是一種 但是總是就是有化成創作的能力 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 那這樣子的話也不會變成好像一時的情緒 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 因為當你把它變成作品的那個過程 其實就已經是跟它相處的一種方法 所以在你記憶裡面你看過 除了我剛才講的一些形式之外 有沒有比較特別的形式 是表達比如說是用那個形式來進行自我對話 然後是比較特別的 比較特別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很特別吧 比較殘羞我們是知道的嘛 對 然後跳舞可能也是 那有沒有看過一個就是比較特別 比較少見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雖然乍看之下 好比像說畫油畫都是油畫 但是每個油畫家一定都很不一樣 那同樣是跳舞也有不知道幾萬種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我很難去講說 哪些流派什麼 因為畢竟這個並不是一份職業 對 就是說很少人他是專業的隨時都在表演 對大部分的人這種寫日記什麼 並不是為了成為小說家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去歸類的 就是每個人就算只是寫日記這三個字 也有不知道多少種方法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找到自在的方法就可以了 對啦比如有人可能透過做菜對不對 可能他就是進入某個冥想的狀態 對 對 對 謝謝 好 嗯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呃 其實這情況在現在青少年孩子蠻多的 就是 像我們同學 呃 我的意思說 那這當然前面有很多累積 有很多時候也是因為跟 比如說跟家人或是跟朋友互動的結果 對 那我的意思說如果真的有那個念頭的時候 對 想要傷害自己的時候 你覺得 可以打那個微服部的專業 哈哈哈哈 張老師之類的 所以你覺得這時候要尋求專業的人 對 當然 嗯 就是說因為那件事情本身 呃不是重點 重點是為什麼不做別的 對吧 就是說呃一個人他碰到了很大的挫折 那他可以用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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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方法 絕大部分都是前面的方法 在他的腦裡都已經不是選項了 他才走到傷害自己 嗯嗯嗯 或者是甚至輕生的的這種方法 嗯嗯嗯 對所以我們不是要去問說這種時候要怎麼辦 而是說根本還沒有到這個的時候 怎麼樣子去擴大他去想還有別的辦法 的這種經驗 嗯嗯 那這個時候當然呃就是輔導老師啊 或者是專業心理工作者 住人工作者 這些就是他們的專業了 嗯嗯嗯嗯 嗯嗯嗯 這個真的不容易回答 因為實在有太多種狀況了 嗯嗯 嗯嗯嗯 對而且而且一般性的來說 如果已經到那個狀況了 那其實表示他旁邊的那個支持環境 可能也有很多要要討論的 就順便垮掉了 之類的對 所以呃 因為那個外面的環境的因素到底是什麼 不是我們坐在這邊就可以 呃講得出來的 對 對那一個專業的社工可能也要好幾個小時 才能評估得出這個個案旁邊的支持系統 到底是哪裡有有缺陷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沒有同感這個就是 其實這就是社工專業 嗯是需要專業的評估 嗯嗯嗯嗯 嗯嗯嗯 好 呃然後這邊講到另外有一個其實就是 講到您安對身心得到平靜的方法 嗯嗯 之前曾經有提過的是冥想 對 然後呃 除了冥想之外 你最近有發現新的方法嗎 還是你最近冥想有新的做法嗎 新的方法 呃我最近 呃疫情這一波最嚴重的時候 我讓自己安定下來的方法 呃就是玩一個電腦遊戲 嗯 那那個電腦遊戲跟我小的時候玩的 我小時候玩的叫 NetHack 嗯 大概十幾歲二十幾歲 嗯嗯 花很多時間玩 嗯嗯 那 NetHack 那個遊戲非常容易上映 但是呃破關之後 你大概很難對別的遊戲上映 嗯 因為它就是千變萬化 就是可玩 重玩的價值非常非常高 OK 這樣子講 對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玩的就是 跟當年的 NetHack 有一點點像 嗯 但是呃比較不花時間 嗯 就是破關可能呃只要 十幾二十分鐘 那當年的那個 不是因為你變聰明嗎 不是因為你變聰明嗎 可能也不是 因為它設計起來就是一個 比較短時間的遊戲 OK NetHack真的要玩比較久 對 那所以 那這個叫Hades 這個遊戲 它其實不是一個非常新的遊戲 它應該是去年 然後之前開發了很久的遊戲 OK 叫Hades 那我大概就是呃 之前疫情真的很嚴峻的時候 如果覺得說欸那現在還沒有到時間 我還不能去睡 然後我接下來也有一個 就是很困難事要做 那我必須要很快的靜下來 那就是以前會VR嘛 看國際太空站嘛 什麼之類的 嗯 那現在就會說 那我就玩個五分鐘的Hades 嗯 那一下子就靜下來 嗯 欸這兩個有中文名字嗎 NetHack 嗯 好像都沒有 都沒有 Hades就是 因為它是一個希臘神 所以一般就翻Hades Hades 對 所以對你來說 玩遊戲也是一個可以得到平靜的方法 就是 基本上只有說可以轉換情緒 對 嗯 我覺得遊戲時代一定好高興 聽到你的種種說法 因為 呃 就是你不會為了遊戲貼表情 不過我當年也是 玩文明地瓜啊 玩魔法貢獻會啊 XCOM啊 什麼的 對 對 因為 你知道台灣的父母親有一些是比較執著於 就是 培養小孩的方式 對 是 要透過某幾種特定的方式 是 那遊戲常常是被他們排除的 是 是 對 不過就是培養小孩別的才藝 好比像說坦剛輕熟 那也是一種遊戲啊 沒有什麼差別啊 嗯 對 總之我覺得 因為遊戲也有很多種啊 所以我覺得 嗯 嗯 嗯 對對對 好 但是這遊戲的 像你 你現在對於遊戲的 選擇 比如說你剛剛有提到一個 就是說 比如說他破關不要花太多時間的 對啊 而且一次就是這一種 所以 也有點功能性 像 Hades之前 是那個 Into the Breach 也是一樣 就是一盤 他時間並不長 嗯 而且就好像下西洋期 其實那就是 嗯 怪獸機甲西洋期 就是某種西洋期了 對 所以下完一盤 也不會花很多力氣 嗯 那也跟其他人 就是 沒有什麼關係 我只能可以兩個番茄中 中間 啊 就是 就是調息了 花個五分鐘調整過來 嗯 所以我覺得這種就是 對我來講 都跟以前玩Nahak 是非常像 嗯 所以等於就是 花五分鐘 花幾分鐘 回到當時的那種狀態 嗯 那那種狀態之後 心情就沉澱下來 那就繼續來處理 這樣 嗯嗯 嗯 好 謝謝 嗯 那音樂的部分 就是之前有提過 嗯 有些時候也會聽一下音樂 嗯 對 我記得上次聽到那個 自學的陳爸 陳爸那邊 他說他很想看看你的 Spotify的哥哥 噢 對 對 所以你有固定追哪些團嗎 或者是 沒有欸 就是 呃 對我來講 就幾個 很固定就是會回去聽的歌手 嗯 對 就是要比較沉澱下來 當然就連了可問 當然要比較激動 當然就聽了 嗯 當然他還有很多別的作品 對 那 但是 呃 如果是一般性的情況 我就沒有特別去點歌嘛 那就看現在正在播什麼就播什麼 可能一個點台這樣子 哦 對 那另外就是像 因為玩Hadis 那他也有他的 Ost就是 他的配樂 哦 對 那他配樂也很不錯 嗯 所以現在就是沒事的話也會稍微放棄中一段 這樣子 嗯 對你的最新喜歡的配樂 嗯 對對對 他是 他裡面的 一段這個 Eurydice 跟Orpheus 的一段歌 我覺得 蠻不錯的 叫Good Riddance 嗯 蠻好聽的 嗯 嗯 像那個 Lena Cohen 她 你是怎麼遇見她的啊 就是我的意思說 怎麼遇見她的歌曲 嗯 有些是 一般就是 無論如何都會聽到 像Hallelujah 哦 對 那是名曲 你沒有辦法避開 對 Cover的真的太多了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就是他有一些作品那個是 就算你不知道那個人也會聽到 對 那歌比他的人有 對 歌比他紅 對 那 我比較有系統的去聽 好像就是 因為有一次 聽到那個Antham 對 那Antham那一首歌 他 對 那裡面有一段是 就是 他的 幾個合作者去 兩個合作者去 cover Antham這首歌 對 那因為 我之前也常常在公開演講提到說 我就聽到那首歌 欸 好像就治好我裡面 完美主義的那個傾向 對 那 就很受感動 那所以後來就把這個翻成中文 對 那因為這樣子就發現說他其實是詩人 就是那個曲子只是方便大家記住他的詩而已 對 對 所以有去買他的詩集 然後就開始 喜歡就會翻譯啊這樣 嗯嗯嗯嗯嗯 所以你們兩個也是有點那個命定的相遇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可能對一般人來說可能真的是透過你知道他 嗯嗯 嗯嗯 要不然 可能愛樂者可能會有人會比較知道他的 但是一般人真的他 就是歌比人有名啦 對 就是類似的地位的 你在街上問人知不知道Bob Dylan 可能知道的就多一點 對 對 那是比較小 但是很精緻的那一種 對 OK 欸我們今天速度很快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問 呃 呃 就是 看成熟的那一塊 嗯 呃 想要想要問的就是說 呃 因為 呃 呃 呃 大概有 好幾位 就是 前人的智者 大家都曾經把人生 依照年紀來分類過 那包括心理學家 是 對他會分類 然後奧修 他是每七年來分 然後孔子他就是 每十年 對 孔子就是每十年來分 對 那你自己這樣看的話 比如說 呃 印自己的人生 或是你看到別人的人生來說 你覺得 呃 那個發展的階段 嗯 可以這樣分嗎 還是說 是一個 就在你心目中 就是那個成熟 是 在各個年紀的表現 大概是怎麼樣 嗯 我當然會說 欸我十幾歲 一次青春期二十幾歲 第二次青春期 青春期確實 感覺到就是 會有不同的 呃 心智的成熟的感覺了 嗯 那 但這兩次青春期之後 可能因為我還沒有到更年期 所以 感覺都是連續的 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OK 呃 也就是說其實 呃 你的青春期 的呃 狀態是一直持續到現在 也可以這樣說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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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 嗯 就正因為你是在黑客圈成長的 嗯 所以你看到你其他黑客圈的朋友 也是這樣嗎 對就是 不太有什麼 呃 備份的感覺 嗯嗯嗯 就任何人都可以 彼此直接寫一封Email 對 Richard Stolman 想要跟我 叫朋友就直接寫了一封Email 來 嗯嗯 就開始聊天 沒有管他幾歲我幾歲 嗯 或魔法牌的那個 呃 創作者 Richard Garfield 嗯 最近也才剛寫了一封Email來 我還沒有回 嗯 那就是想要聊天 那就聊天啊 所以就是說我們不會特別覺得 好像說 因為我們 社會地位啊 或者是因為我們年紀啊 或者因為我們 之前的貢獻啊 怎麼樣 一定要先標定要怎麼樣 彼此相處 而是說 那想到就寫封Email 嗯 我覺得Email它真的是一個 Great Equalizer 因為呃 一般在有Email以前 只有電話的時候 你是不會沒事 打一通電話去的 對 那Email好像就 凡人家有空再回 所以這是為什麼那個 Email是你最喜歡的 溝通的工具 對 就是我最熟悉的 對對對 嗯 那你覺得為什麼會是 比如說在你們這個圈子裡面 為什麼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 嗯 第一個就是你隔著網路 根本也不知道對方幾歲 嗯 嗯 那我當年是三四歲的時候 也是只有一個Email啊 那對方也不知道我幾歲 所以才把我當成一起研究的對象 嗯嗯 對那如果他當時知道我是三四歲 那說不定也不是用相同的方法來相處 嗯嗯 對所以我很年輕的時候 Email是一個Equalizer 就是讓我一下就進入 好像是成熟的研究者的這個社群 那我到現在也會覺得任何人哪一種Email 我就用平等的方法來對待它 嗯嗯嗯 嗯 我記得你之前還曾經提過 嗯 網域其實也是這樣 對 比如說台灣就是TW 對 就不會有什麼ROC的那些折衣 就是那個at嘛 at 前面都是自己去的嘛 對 at後面也是攀評的一個東西 就是 而且都是小寫 對 所以比較不會有這個什麼挪臺啊 什麼 對 比較不會有那種敬語的感覺 對 對 像我自己有註冊一個網域嘛 Digitalministry.tw 對那那個也不是我會有意識的說 我就D大寫 M大寫什麼之類 因為那個不是一個稱為 那個就是一個網域 嗯 網域點什麼什麼點什麼的時候 什麼都是想要寫 嗯 雖然網域其實是縮寫 按照英語應該大寫 但是按照它是網域的一部分的時候 全部都想要寫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就是一個 讓大家都知道說 那並不是因為說 我是Digital Minister 或者你是什麼 好像我們就要在社會上面 一定要把彼此的距離拉開 那事實上大家都是相同的距離 那速度都一樣的 不一樣因為光速是有限的 對就差那麼一點點時間 對 嗯 所以 如果這樣的話 我會把email跟那個 比如說公文 這兩個就是有點像光譜的兩端 很不一樣 因為公文就有好多規定在上面 就你不會這個任何人就是 心情一好就趕快寄個公文給部長 對 對 部長也不會一天這個看到覺得 喔我兩分鐘可以回你公文就回你 對因為它中間有好多層級 對 然後有好多羞恥的一些規矩在裡面 是是是是 它比較像一個嘗試語言 所以因為兩邊雖然同樣都是用文字 所以我 但我覺得它就是完全就是光波了 嗯 對 而且email比較少人用標凱提 哈哈哈哈 你好喜歡講標凱提喔 我的教育部標準凱提 好可愛喔 全字庫標凱提 為什麼你對標凱提這麼有 這麼有故事可以講 對啊 因為我覺得標凱提它很有象徵性 嗯 就是如果一個東西是不要開提 嗯 那你就會知道說 那一個人 他在準備這份東西的時候 是以指的閱讀者 作為他主要心目中的讀者 嗯 就算中間有過那個數位的部分 嗯 到最後還是要印出來的 嗯 對那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告訴我們 說一方面就是一個文化嘛 我們要尊重 嗯 但是二方面就是說 那這個文化它有哪些部分正在影響著 像你剛剛講公文等等 但我覺得這非常有象徵意義 嗯 任何別的事情大概都沒有那麼有象徵意 在我的經驗裡 嗯 嗯 標凱提如果是在這個部分 其實性名題就是教科書 嗯 有一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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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那但是我其實之前也發現說 比如說在我們編輯部裡面 嗯 我們的就是用文字的記者啊那些 其實基本上我們都是用性名題 對啊 可是每邊就非常喜歡用黑體 對啊 就是他們就會覺得說黑體才是漂亮的等等 因為如果在小的螢幕上閱讀 只有黑體比較容易看 對 心細名題就太細了 太細了 而標凱提的 而且它出細不均勻 標凱提的那個筆畫也不均勻 對 所以那兩個當然本來都是印刷字體 嗯嗯 對那黑體是螢幕字體嘛 對 所以用黑體的大概就是 並沒有想要印出來 除非是海報的 對那但是 呃 他就是想像那個讀者就是在 他注意力不一定很夠用 一下就會滑掉的那種螢幕上面看 這樣就會用黑體 嗯 謝謝 嗯 對我現在回想起以前我們那個編輯部 跟美編部門的 就是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那個那個大家的執著都不一樣 對很有趣 很有趣 嗯 好 嗯 所以我可以說嗎 就是剛才我們在講成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說其實之前 就你自己的歷程來講 其實並沒有什麼三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沒有這個狀態 沒有這個狀態 對我可能二十幾歲之後到現在 對我都是完全連續的 對 嗯 但是之前你也有說 比如說你2008年那時候 有體會到類似中齡危機的感覺 對不過那是直言上 嗯 嗯 剛剛講的什麼三十二例什麼 講的比較是自我的修養 嗯 對那2018年那時候確實 而且也不是只有我 全世界都感覺到說 新自由主義的這種資本主義 好像不是解決事情的一個方法 好像不是說捐地效應 就會把大家都照顧好 那事實上不是這樣子的 那台灣已經算影響比較少的 嗯 特別在歐美 那他們是整個 新自由主義的那個概念受到質疑 對 那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時代氣氛 可以說我感覺到那個時代氣氛 那那並不是說我自己的修養人格 什麼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嗯 所以你比較是在跟那個時代氣氛在對號 對 不是因為自己的生命 就是真的到了什麼 三十二例 四十二復活那個階段 比較不是 就是說我如果更早兩年 或晚兩年 碰到金融危機 我也還是會有一樣的想法 嗯 那可以 好 如果這樣 比如說這樣的說法 是對什麼樣的人比較成立呢 你覺得 比如說我剛才講 比如說七歲 十四歲 那種歐修學 不過我覺得重點還是他旁邊的社會怎麼期待他吧 嗯 就如果旁邊的社會期待每一個四十幾歲的人的期待方法 都跟期待每個三十幾或二十幾歲的人不一樣 那自然那個人就會覺得他要做相應的改變 嗯 那在我的情況不是這樣 我不管幾歲 嗯 就都差不多 那因為剛剛講到隔著Email你也不知道對方幾歲之外 就算你真的知道對方幾歲 像在視訊的時候 我們這個圈子也特別不去注重這個年齡 對 那這樣的情況下自然就會造成 欸那我不 那麼有社會壓力說 那我二十幾三十幾四十幾一定要有不同的自我期許 嗯 這個圈子不太不注重實際上的年齡 那是注重什麼 就是貢獻啊 對 嗯 很有部落的感覺 就是就是 那個黑客部落 是是是 真的真的 而且是跨國的 是是是 好 我覺得 你上次在講說 你覺得 比如說英文對你來說 它不是第二外國語 而是你的第二語嗎 對 就是透過它來學習 而不是學習它 對 那程式對你來說也是類似的意思嗎 就是透過它來接觸別人 OK 所以 基本上你也不會把它當作是外來的 你比較 當作是自己學會了之後 自己就 就是自己的 對 就是自己的一個標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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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講一下那個 人生中的典範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其實上一本書有提到 就是有一些先行者 比如黑客群 其實剛剛講 Ritual Stolman 對 那有其他的嗎 因為我們上本書提了大概兩三個 對 沒有什麼差別啊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並沒有多出來 嗯 對 不過我想多講一些 對 因為 呃 我們這邊講的典範 在以前的意思常常是說 我碰到事情的時候 會想他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對 這個呃 在西方有句這個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說 耶穌碰到這種情況 他會怎麼樣 對 對 那但是呃 在我的情況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 Larry Ward也好 或者Ritual Stolman也好 呃 他不但有留下他怎麼看事情 是讓他留下一些工具 所以呃 不管是法律上的工具 像CopyLab GPL 那或者是呃 城市領域的工具 Patch Perl 等等 嗯 那這些都是讓大家看到說呃 碰到事情的時候 不是只是去想他會怎麼解決 而是用他創造出來的工具來解決 嗯 那我覺得這是蠻不一樣的 因為那個典範就不是你呃 揣摩 而是你可以在學而實行之 學會用了這個工具之後 不斷練習這個工具 那就可以了解他後面的那個精神 嗯 這樣 所以就有個artifact 有一個呃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的一個人造物 一個技術物 我覺得是跟我們傳統上說那種人格典範 我覺得還是不同 不一樣 對 一個比較靜態 另外一個是隨時可以跟你對話 就是你隨時可以用 因為他留下來的那個工具 當然他還活著 但是他留下來的那個工具 隨時你都可以跟他對話 對 最好就是他還活著 對 隨時可以丟email給你 對 隨時丟email給我 對 所以你跟他如果也一樣嗎 之前甚至IRC上面 他叫Tim Toddy 在Twitter上也會互動 對 對 他退休了吧 他們當然都是隨時創作的 對 對 你看就是 所以這個圈子裡面 這個部落裡面 整個的 不管思考的方式 或做的事情 對 或是你們的價值觀 其實真的都跟一般不太一樣 對 對 所以對來說 其實你們平常到現在 其實還是常常可以丟email聯絡 所以也表示說其實也 也許你們就是也在彼此學習一些 就是對方 對方的一些就是他做的事情 或是他留下來的工具 或是什麼 就是你們其實也在彼此學習 對啊對啊 像那時候Social Tax 第一批的投資人 好像還當過董事 就是我們當時董事會的成員 那之前有過一些互動 那個Joey Ito 那我昨天才發現他變日本的數位部長 真的嗎 不是很合適嗎 對 所以因為他在這個之前是在MIT Media Lab 對 對主持Media Lab 在那個之前是主持創用CC Creative Commerce 對 那這些都是我們很有淵源的一些組織 對 對 那所以我覺得當然一方面很有話講 當然 但二方面也是說 欸那所以不是說好像在某一個地方合作過 好像之後就沒有關係 因為各自做各自 因為其實後面他就像你說有一個部落的感覺 那種創用CC的感覺 其實就算就是他也後來好像也沒有還在Creative Commons 但會一直跟著他 那我也是一樣 我現在是Digital Minister 其實在TurontoCC我並沒有職位 但是我就是一言一行全部的錄影什麼之類 所以跟我合作的都知道說我是用Creative Commons 對 來授權我的作品 對 那所以這個就變成當初創立的像Lawrence Lessig Aaron Schwartz等等 這些人 他們當然有的在 還有的不在 那但是總之他們留下的這些CC授權這個工具 等於他每天每天都是活的 對 他可以跟Joey一頭對話 也可以跟我對話 對 那這也讓我們再次見面 假設就是雙方的這個書委部長 或者是政委要見面了 那我們立刻就有共同的精神 因為其實你們之前就認識 對 那即使不是說很熟 那但是至少就是只要一提到Amedia Lab TronoCC等等 那立刻就可以在那個層次上去進行對話 嗯嗯嗯嗯 太棒了 對 部落還真的還分散很廣 對 了解 這樣講起來為什麼美國沒有數位部 就是這是不是一個比較 比如說像 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因為美國的民間 他們有資訊長 對 有資訊長 然後也有 就是USDS 就是聯邦數位服務 OK 那但比較不一樣的是因為 其實他們每個州有他自己的創新長 或技術長 或資訊長 OK 所以他一個州才比較像我們的狀況 對 所以聯邦因為實在太大了 對 跟我們的狀況是很難類比 OK 嗯嗯嗯 嗯嗯嗯好 這很重要 就是典範這個 剛剛教他說的你非常感謝 對 很有助於我了解 嗯嗯嗯嗯 好 嗯接下來一個議題啊 就是谈了一个自由 因为像克里希腊木体 很爱谈自由的部分 而且他常在 就是阐释什么叫全然的自由 对 那你觉得 你觉得呢 就是你觉得全然的自由 这件事情 在你的人生里面 实践的程度如何 我觉得 当然比较消极的 就是免于什么 免于什么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了不少 对 免于言论管制 那但是比较积极的 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跟我想到同一件事 都可以丢一封email过来 就是从网络促成的这种 端点对端点 不用经过什么阶级的 这种连接的自由 那我觉得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自由 因为它就是说明说 自由不是完全私人 完全个人的一件事情 但它也不是 全社会的事情 它是任何两个人 想到同一个价值的时候 那它就是interpersonal 就是人际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 当我想到网继网络的时候 我主要想到就是 这个端点到端点 可以自动连接起来 这样一种自由 端点到端点 可以自由连接起来这件事情 其实在现实上 也是不太容易 因为写email email可以 email可以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做到这样 因为中间还包括了 比如说有数位落差 对不对 然后有比如说一些政府的 某些政府的法令管制等等的 当然了 当然我们只能说 比本来有email以前容易 但是不是说 一有email什么都解决 当然不是这样 对来说实践自由这件事情 其实很大一部分 就是看在数位沟通的上面 是不是可以完全的突破它的界限 对 就是突破本来可能 如果就是 其实如果想一想 就是在以前有email以前 你如果要写一封信到部长现象 like literally部长现象 拆开那个人 他一定不是部长 对 所以光是这个事情 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email的进步 对不对 但是你刚刚讲的也是这样 就是世界上并不是 每个地方的人都可以 那么容易的 记得出email来 对 好 这边有些那个 呃 呃 呃 对不起 有点惊慌 对不对 因为早上刚被证实 对对对 早上刚被证实 对 有点吓一跳 对 好 呃 那呃 我们讲一下那个快乐这件事情好了 就是呃刚有讲到说 呃 得放嘛 然后有讲到那个呃 就是满足感这件事情 呃 呃 呃 你觉得 就是在一般人的就是生活里面 就是 他要达到 呃一般所谓的快乐是讲happy这件事情 对 那所以呃 那所以呃 你觉得那个happy跟呃刚才讲了就是呃 Udominia Udominia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没有差很多 就如果你 随时都很happy 那就有点接近Udominia 我觉得happy是一个 稍微没有那么长的状态 它是一个 没有放那么短 但是也没有多长 然后我说 今天早上心情很好 你这样讲的时候 大概并不蕴含着晚上心情也会很好 对 但是我们说 这个人他在一个发起充满的状态 早上 那其实他晚上大概也是那个状态 所以他时间长度不同 我看到这一幅的时候 我看到你之前 有跟圣言法师有交流过 有吗 没有在法谷山 在法谷山 他们学院送的 不是跟圣言本人 对我没有见到他 因为他当时已经当初了 已经当初了 我本来以为是 在更早之前 对对对 好那没事 对因为 其实这几个字啊 我今天才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 一个小小面店看到 对就是 可能因为就是这阵子 疫情他们的声音有受到影响 对 所以是他女儿 小学生间的女儿手抄这几个字 然后给开面店的妈妈 对就是让他 所以我特别有 所以也有一点像是 就是典范虽然不在 但是程世玛还在 对其实程世玛就是 有点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好那没事 自由跟快乐这边啊 就是我目前 想到的问题就只有这些 所以如果后续 还有想到别的 可能我们下次再来问 对对对 那我们来谈一下那个 死亡这件事情 刚才前面讲了一些嘛 就是那有一个没有 没有问到的是说 你有没有希望别人在 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 你登出的时候 对 你有没有希望别人 怎么谈论你 随便啊 随便 对 我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随便了 所以就是那是他们的创作 对对对 所以你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期待 嗯 就是我抛弃 著作人格权这件事 本来按照著作权法 就好像我已经死了 75年 还是85年 对 所以我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这样了 嗯 OK 所以没关系 嗯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常会问到的问题 其实是关于 就是木志明的事情 对 对 那你有被问过吗 有 之前有问过 对 所以你觉得有木志明 有吗 我们就一个全形空白 哈哈哈哈 为什么 因为就是半形的话 它好像很窄 全形的话 比较比较对称一点 嗯 全形空白是什么意思 全形空白就是一个 空的 就是你如果想象一个墓碑 就是一个墓碑 上面有刻东西 对 对 那为什么是这个 因为就是一个 类似画布 就是其他人都可以 随便做什么装作 嗯 好 因为你如果看到 一个白板上面写满字 除非它是看起来 很像涂鸦了 不然你大概不会 再上去写东西了 嗯 它好像有种一锤钉银 呃 盖棺论 Laterally 的那个感觉吗 嗯 但如果它是 完全是空白的 那感觉可以写很多东西上去 嗯嗯嗯 哇 哇 这个实在太有创意了 嗯 嗯 好像把它画下来了 嗯 好 那我大概知道了 我会把这段 你的解释就是附在上面 对 因为这样子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嗯 这是什么意思 好 哎 我们今天问完了耶 很快 对对对 太快了 那个进度超级很棒 嗯 总之有不足的地方 我就下次再问 没问题 对对 然后上次讲到那个 就是餐巾纸上的绘图那件事情 嗯 我回去跟编辑讨论一下 嗯 应该不会有太多符 嗯 对 但是先决定 就是我们先把文字写好之后 对对对 然后再来 还好我再画出来 对 再来画这样子比较精准一点 好不好 好 今天谢谢 就包含花跟木配 哈哈 那个很棒 好 我超爱那个 是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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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